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 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哈喽哈喽哈喽,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 知心姐姐非常开心又跟你相会咯 欢迎你来到爆米花的时光当中 今天的你好不好呢? 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 还是遇到了一些糟糕的事? 不管如何,每个礼拜从星期一到星期六 知心姐姐都在空中陪伴着你 如果你想跟我聊聊,欢迎你写信给知心姐姐哦 今天又到了我们听听品格故事的时间 我们的生命好像一棵树 要有好品格才能够结出好果子哦 一块进入今天的你来评评礼 好树不结坏果子 坏树不结好果子 我们都要结出好果子 好果子就是好品格 所以小朋友,你来评评礼 从前有一对好朋友 他们是彼此最要好的伙伴 一个叫做杰克 另外一个叫做汤姆 有一回这两个好朋友 经过一番讨论之后 他们决定要合伙 做卖米的生意 在他们居住的那条街上 本来就有许多米店了 大多数的店主呢 都会把米堆放在店外面 晚上就找人看守 所以这两个好朋友也决定 要和那些卖米的人一样 把米堆在商店的外面 晚上呢就两个人轮流起来看着米 就这样 这两个好朋友卖米的生意 逐渐稳定了下来 生意慢慢地越来越好 而他们两个人 一直都沿用这样的方式 彼此也都相安无事 直到有一天早上 当他们两人起床 要开店的时候 忽然间发现 诶 米 怎么省了好几包呢 杰克想起来 前一天晚上 汤姆好像起来好几回 走进走出的 该不会是汤姆把米 搬到其他地方了 该不会汤姆想独吞 这样一想 杰克的心中就大为不悦 而汤姆呢 他当然说 他没有看到那些米 到底是怎么不见的 杰克一点都不相信 汤姆的话 两个人当然就吵了起来 汤姆忍无可忍 一拳挥向了杰克 而杰克也毫不示弱地 狠狠还击 打得汤姆鼻青脸肿 这两个好朋友 为了那些不见的米 夜连吵了好多天 两个人都对对方 非常非常的不满 原本合伙做生意的他们 气得拆火 两个人不再合作了 拆火之后 杰克和汤姆两个人的生意 分道扬镳 有一天早上 杰克要到附近的一个小镇 去做生意 一大早 当他推开门的时候 发现门口 放着一个陶罐 罐子里头 装着几根骨头 按照当地风俗 这是不吉利的象征 杰克心想 哼 他现在最生气的人 就是汤姆了 这肯定是汤姆 为了诅咒他 而放在他家门口 要让他做生意失败的 几秒钟之内 杰克越想越生气 他伸出脚来 用力一踢 陶罐被踢得老远 滚到附近的一个草丛里去了 结果那一天 他的生意 还真的很不好 不但没有赚到钱 反而亏了不少本 回到家之后 因为心情很烦闷 索性来整理整理 家门口那块 好久没动他的花圃 他一面翻土 一面施肥 发现有好几株花 都快要哭死了 干脆把他们整个都挖出来吧 挖出来该放哪呢 杰克左看看 又望望 哎 一眼就瞧到了 今天早上 被他一脚踢到草丛里的 那个桃罐子 看看他的大小 拿来当做花盆 不是正好吗 杰克把那个桃罐子 捡了回来 把这些看起来 快要死掉的花 给栽进去 花圃被整理得 焕然一新 杰克的心情 好像也波云渐日了 又过了好多天 当杰克再一次 从外边做了生意回来 这一回他赚了不少钱 很开心地回到家 在家门前的花圃里头 拨弄着那些 他最喜欢的花木 这个时候 他忽然间有一个 惊喜的发现 那就是 角落那个桃罐 里头放了几颗 原本快要死的鲜花 不但没有枯死 反而还让整个罐子里 统统开满了花 杰克很惊喜地发现 诶 原本被他出气 踢得老远的桃罐 现在竟然变得这么漂亮 让他很开心 杰克伸手捧起了 这罐满满的鲜花 他想起了汤姆 那个过去最要好的好朋友 也是合伙人 想到自己什么都没查清楚 就把汤姆臭骂一顿 搞到最后 两个人反目成仇 杰克心想 自己的心胸 真的是太狭隘了 看着这一罐子新长出来的鲜花 杰克越想越觉得丢脸 自己应该要心平气和地 去向汤姆解释 也向汤姆好好的道个歉 杰克立刻起身 要走向马路另外一头汤姆的家 走着走着 杰克遇到几位邻居 邻居问他说 前段时间 他家的小孩 夜里在外面玩 把一个准备要拿来泡药的陶罐 还有几根准备要拿来做药的动物骨头 给弄丢了 因为他们家是做药材生意的 他问问杰克 有没有看到那个罐子 以及几根骨头 杰克立刻奔回家去 从院子里面挖出那个陶罐 把里头的花还有土 统统倒了出来 倒回他的花园里头 把它洗干净 也把脚落的那几根动物骨头捡起来 一块还给邻居 奇怪的是 当杰克拿着这些东西 要去还给邻居的时候 旁边走过来另外一位邻居 抱着几袋米 说是要给杰克的 杰克一头雾水 金刚摸不着二脑 他完全不晓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邻居就告诉他 原来前阵子 有人半夜来敲他的门 说要跟他买米 这个邻居半夜摸黑走出家门 要拿米给这个买米的客人 没想到因为太黑了 不小心就错把杰克和汤姆的米 给抱走了 直到这阵子终于月底了 这个邻居清算家里头的米 才发现 哎 怎么多出了几包呢 想一想 原来当时候自己 根本就拿错米了 他一直想要找杰克和汤姆 可是自从两个人分到扬镳之后 就各自忙碌地跑到外地去做生意 所以迟迟没遇到杰克 现在好不容易终于能把米 还给杰克了 走在路上的杰克更加清楚 实在是自己的性格过于鲁莽 当初怎么会这样子错关好朋友呢 杰克决定要在路上 好好的买份礼物 送到汤姆家 认认真真地和这位好朋友道歉 希望汤姆愿意接受她的道歉 再一次接纳她 两个人可以重新做好朋友 亲爱的弟弟妹妹 你有没有曾经被误会过呢 被误会的感觉真的很难受 对不对 所以我们也不应该随便地去指责别人 说都是别人的错 想一想杰克和汤姆 两个人认识这么多年 当了这么久的好朋友 只因为一场误会 就让两个人反目成仇了 还好杰克能够反省自己的个性 这两个好朋友才不会永远都 老死不相往来 对吧 圣经上有一句话说 要快快地听 慢慢地说 慢慢地动怒 求上帝帮助我们 成为一个不轻易发怒的人 还能够宽容别人不小心地过错哟 下一次爆米花 志心姐姐与你空中相见 拜拜 我是小小时间家 西海城市不说谎话 每天培养好铃鸽 跟着学习我选择 听着吃我好跟机 不怕高风来清晰 我有梦想在心里 一点一点一点去努力 你很特别 万人怎样看着你的脸 你很特别 深爱世人没有分别 你很特别 自信花多开满心里面 只有相信身在我们 就是很特别 你们都好特别哦 来我们大家一起来唱 你很特别 万人怎样看着你的脸 你很特别 你很特别 神来世人没有分别 你很特别 自己花多开满心里面 只要相信身在我们 就是很特别 你很特别 万人怎样看着你的脸 你很特别 你很特别 神来世人没有分别 你很特别 神来世人没有分别 自信花多开满心里面 只要相信身在我们 只要相信身在我们 就是很特别 我很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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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人怎样看着我的脸 我很特别 我很特别 自己花多开满心里面 只要相信身在我们 就是很特别